所以國民黨就只能一直講說 我們是為了捍衛國安 我們也關心國安 我們就認為這是國安問題 所以我們要求民進黨當局 第一時間沒有處理好 沒有把真相講清楚 所以才會造成現在給大陸一個藉口 就是國民黨的調子就這麼講 那管碧琳的意思就是說 那既然你知道這是大陸在找藉口 那你們為什麼要配合大陸認知作戰 那你們就應該團結支持政府 就是管碧琳順著國民黨的邏輯 就把你套下去了 這個214惡性重產事件到現在 真的是很多人說歹戲脫棚 但不管怎麼說它是一個悲劇 也是個慘事 在大年初五的時候發生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麼這個事件到昨天可以說 在台灣當然算是達到了一個高潮 因為昨天台灣的立法院 這個新科立委們紛紛上台質詢管碧琳 昨天有很多相關的影片也就都傳出來 那這個其實是昨天立法院要求進行的專案報告 不過在這個專案報告一開始 就因為管碧琳要求說這個名稱不能稱為叫做撞船事件 碰撞事件都不可以碰撞也不可以撞船也不可以 他說這個叫做取第三吳漁船事件 那為了這個事就已經是吵翻天了 我覺得大家除了看熱鬧還要看門道 就是表面你看很熱鬧 這個罵來罵去怎麼樣讓管碧琳不能插話 要管碧琳閉嘴 這種是表面熱鬧 那門道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門道 就是今天聯合報的頭版的題目標題 那就是海巡署的署長周美武 他承認說這個執法過程怎麼可能沒有影像 他首次承認是有影像的 這個影像是什麼呢 他承認說有相關的錄音還有雷達的軌跡圖 這是昨天海巡署署長周美武承認了 那既然還是有相關的畫面也好 軌跡圖也好錄音也好 那為什麼不公佈呢 明正怎麼看 首先說真的昨天我覺得是有點一場爛戲 就是照例大家對照例大家鬧一下 那個委員會吵吵鬧鬧 然後各自都取得了這個畫面之後 負面就可以質詢 可是我說實在的 我看藍營委員的質詢 我還是覺得挺軟的 你當然高金跟羅志強我覺得表現的還可以 還蠻凶的 對對對 可是其他有幾個藍的我覺得普普通通 當然我也可以理解了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事不關己啊 這是大陸的事情跟我啥關係啊 都說幹嘛要去質詢這議題 所以我就應付應付 該講的講一講就好了 其實我看到那一天有人在寫說登記質詢 很多人居然很意外說沒有許小欣 我心裡想說開玩笑 他的秀該做的都做完了 他幹嘛要去質詢 碰真議題沒有好處 其實對這些要選舉的人來說 因為他如果質詢太兇狠了 結果回到這個地區 很多民進黨就會放這個耳語 他是中共同路人 當中共漁民在講話 都不捍衛台灣的主權 就這樣子啊 所以國民黨親親菜菜 隨隨便便諮詢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所以你不覺得說 我們看昨天好像看起來也挺激烈的 為了登記發言 大家去搶主席台 然後去這個吵來吵去 到底要誰排隊算前面 誰排隊算後面 看起來好像也是吵翻天 你覺得這個都只是 好像類似走秀結束了 就應付過去這樣嗎 對因為我覺得沒有問到一些關鍵問題 真的就是後面你看 比方說高晶或是羅志強問到 就說有沒有什麼密錄器 有沒有雷達軌跡圖 這才是比較關鍵性的問題 對 否則你其他那邊跟他扯說 你管碧琳怎麼可以擅自改這個報告的名稱 怎麼樣 他重點是他把這個話題吵出來了 結果藍的就跟著在這個問題上打轉 把自己的時間浪費掉了 這就是他的圈套你知道嗎 他要找一個修美本讓你去炒 結果你跑去炒這個就把重點都忘掉了 或把時間都浪費掉了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這些藍的也希望去炒這些東西 他不要去觸碰關鍵性的問題 真正核心問題 就是這種熱鬧的 是我們來撿素材在網路上有流量 大家不見得碰觸什麼核心問題 所以這個核心問題 可能是剛剛我所念的 也是今天我們看 這個中國時報跟聯合報兩個報我來比 我就覺得聯合報比較有抓到重點 聯合報的頭版頭條叫做海巡署長中美武坦承 怎麼可能沒有影像 然後聯合報直接幫你列出了這個外界質疑八個點 跟海巡署怎麼說 他把你比較出來 那中國時報的題目就是比較偏向說 管碧玲偷偷改題目啦 然後管碧玲承認他失禮了啦什麼的 所以聯合報可能比較抓到重點就是 現在中美武他坦承了 其實有相關的軌跡圖也有錄音 但是我們偵查不公開所以不公布 明正怎麼看 首先偵查不公開我們都很理解 那是限制那些在辦案的人員的 其實你這個單位 你本身不是辦案單位 你沒有所謂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你想公開就公開了 被告自己願意把證據拿出來有什麼不可以 對被告要自清說我沒有對不對 結果你不拿出來很奇怪 而且其實理論上來說 委員是可以要求政府部門提供資料的 對不對 但是昨天我們看到這個民進黨當局是有備而來 他就給你頒出一堆大法官釋憲的條文 說現在是偵查中案件 所以我們不能提供 那個我覺得那太鬼扯了 那個是只限制辦案人員的 我覺得他們就對於擴張解釋啦 那當然他要這樣弄你也沒有辦法 那你只能說那至少不管怎麼樣 羅志強他們至少問到了東西其實是有的 那但是我也關掉到一個點來跟民政討論一下 就是雖然你看國民黨民眾黨這些在野黨立委 看起來也挺犀利的在和管碧林唇槍舌借 可是我覺得在根本的這個政治正確的問題上 還是被民進黨牢牢抓在手上 我的意思就是說比如民進黨他抬出來說 我們第一線海巡人員一定要正當執法 碰到大陸的三五漁船 我們一定要登船叩船逮人 當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國民黨的立委會立即說 我們沒有人反對這個 我們所有人都支持第一線基層人員執法 大家都這麼講 可是說實在在這個所謂 我們先不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就算兩岸是兩個國家好了 退一萬步來說 你這個海域這麼近 根本你話都話不出12海里24海里 本來就是爭議海域啊 所以這個問題從一開始 民政怎麼來看 就是國民黨的立委他也是承認說 我們一定支持執法 可這個問題其實歸根結底 它的根本源頭就在於民進黨抓到這個 對 你們支持我執法啊 所以我這一次你說我執法可能比較凶 可能沒有像過去那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又怎樣 我嚴格執法有什麼錯 民政怎麼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這兩天看到針對民進黨這部分 我覺得講的不錯的 說實在的還是郭正亮 郭正亮講的不錯 因為他待過民進黨 他很了解民進黨在玩這一套的是什麼心思 他現在是兩個吃定 第一個對內吃定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不敢怎麼樣 因為你們也認為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雖然說名字可能叫中華民國什麼之類的 OK 那這樣子你就中了他的套 你就不敢談了 就是你就知道為什麼關鍵時刻 徐曉清不來質詢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問題會觸碰到一個中國的問題 就是金門跟廈門那麼近 過去能夠有什麼進限制水域 第一個早期是內戰 把槍炮打一打去 槍炮五眼所以才產生的 後來是因為大陸的善意 所以才有的 你如果今天都不敢談這些東西 很抱歉你就被民進黨慌住了 你很難談後面的問題 所以連王洪威都要講說 這個我們也是支持執法什麼之類的 每個人第一句話都講著那就沒得談了 你就支持執法了 民進黨就說那我對 沒錯我執法沒錯 那你還有什麼好講 所以就變只剩下去扯說管碧琳改題目 或者是到底有沒有錄影 就是扯這些東西 那到底有沒有錄影 還只有高金碩媒問出來了 說搞了半天 中美武承認說我們是有軌跡圖 不然其他的變說只是一直在吵架 就像我們的網友在講 那吵架到最後就是你胸 我臉皮厚也就這樣 所以剛剛民政談的這個 其實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禁止水域就是12海里 問題是京下水域太窄了 根本你也畫不到12海里 所以最後就變成說台灣自己說了算 就跟海峽中線一樣自己畫 那問題是邱泰山認為說有默契 他說過去都有默契 過去大陸都尊重 都會根據這個禁限制水域 那這部分民政怎麼看 這部分其實很簡單 這就是他第二個吃定 就吃定大陸不會再把這件事情升級 所以他就說你當初默認的 你默認所以你承認有 他現在就吃你這一招 那他除了對付大陸之外 還可以對付國民黨 就說沒有啊 大陸過去都承認的都默認 但他默認你能怎麼樣呢 然後國民黨的人也不好意思講 因為他不敢幫大陸講話 他如果今天幫大陸講話說 那是人家的善意 結果你這樣對待人家愚民 你把你自己破壞了現狀 破壞了對方的默契跟善意 對這是我們一直講的 對可是國民黨人絕對 不敢講這些話的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有些人就不來質詢呢 因為這真的要談就會觸碰到關鍵問題 所以國民黨就只能一直講說 我們是為了捍衛國安 我們也關心國安 我們就認為這是國安問題 所以我們才要求你民進黨當局 第一時間沒有處理好 沒有把真相講清楚 所以才會造成現在給大陸一個藉口 就是國民黨的調子就這麼講 那管碧琳的意思就是說 那既然你知道這是大陸在找藉口 那你們為什麼要配合大陸認知作戰 那你們就應該團結支持政府 就是管碧琳順著國民黨的邏輯 就把你套下去了 那再來你其實現在看得很清楚 就是定調 第一個這不是什麼撞傳 是執法事件 那再來他也講到就是說 沒有什麼道歉的問題 因為我們執法有什麼道歉問題 我們執法沒有錯 所以就沒有道歉問題 第三個沒有什麼補償金 只有什麼衛輔金 就是我大爸職杯啦 給你可憐啦 可憐啦出事出人命啦對不對 可憐啦就這樣子而已 他就定調就是如此 那為什麼定調如此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吃定認為大陸不會再把事件升級了 就到此為止了 那最後如果談判沒有結果 沒結果我們就沒結果就算了 就這樣子了 拜拜 那剩下就靜待金門地檢署的調查啦 就這樣子 那拖年半年一年了 再才調查完也可以啊 有什麼關係呢 到時候就貴都花了 就沒事情了 所以他就擺明了 我硬到底大陸也不會升溫 這件事情拖過去就算了 所以他到最後 連那個一度傳出的書面致見 都不准嘛對不對 都不要了 他就是認為說我們就是踩死 反正我就是執法取締 怎麼樣就踩死 然後認為這樣子就可以過關 我現在補充一個最新消息 據忠實掌握的消息 在今天3月5號 我們現在直播3月5號 在剛剛下午2點鐘 這個泉州台辦的副主任 李朝輝就是這一次帶隊的 這個大陸的代表 已經回大陸了 說經過多次的協商溝通 台灣方面還是沒有辦法 做出一個令人幸福的 關於真相的說明 而且言辭有明顯的矛盾 謊話連篇 認為管碧玲又出爾反爾 這個話好像是意思說 海巡署一度有軟過 後來又變硬了 所以他說管碧玲出爾反爾 總之最後他料下了話 說你們要自己負責 然後沒有必要再留下金門了 明珍怎麼看 這個東西其實現在玩的 就是Chicken Game 就是誰要做Chicken 大陸那邊是希望說 你要該賠償 該道歉什麼都要做 台灣現在在那邊咬死了 而且你要注意 他在玩一個遊戲 就是如果這一次民進黨成功了 法理台獨是向前推進一步 他等於把禁憲治水域當成像國禁憲一樣 說你進來我執法 所以是我的主權我在執法 這就是現在管碧玲要升高嗎 說這是捍衛主權 對他就是捍衛主權 那一旦大陸默認了退了 那不好意思 你就承認台灣享有這個區域的主權 所以他現在就要玩一個Chicken Game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大陸退 那不好意思我贏 可是如果今天大陸進 反正丟失了金馬沒有損失 因為本來民進黨一向就是要放棄金馬的 丟掉金馬又如何呢 所以他根本不care就跟你玩 然後賭你大陸也不敢升溫 到最後不了了之他得利 我認為現在打的就是這個算盤 確實現在已經有個講法 這個講法是越來越多人在講了 包括郭正亮這麼講 大陸有些輿論也開始這麼認為 就是說民進黨根本不只是說 他覺得混過關就好 他現在還積極的想要鬧大 這個講法他們說他們有幾個盤算 第一個他認為說民進黨鬧大 這個事情升級到最後 應該也不至於開戰 就會讓兩岸繼續緊張對立 陷入灰色衝突的螺旋 這樣更好 這樣台獨更好操作 最好兩岸還脫鉤 方方面面脫鉤 就是我台獨想要的 而且你大陸也不敢完全脫鉤 所以脫鉤的責任就推回給你大陸 你大陸要不要承受 兩岸如果越走越遠 那也很好 我台獨就希望越走越遠 所以你認為是這樣嗎 他現在反而還蓄意的希望 這個事情最好還鬧大 還可以把他拉高到捍衛主權 抗中保台 說不定可以幫民進黨 還可以把很多問題解決了 我認為是 而且他是Win-Win雙贏 對外對內都贏 對內吃定戰野黨 對外吃定大陸 雙贏 怎麼橫數他算他都贏 只要大陸沒有進來 那就贏 就這麼簡單 郭政良也說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後續藍白可能再要求 比如說反滲透法要不要檢討 比如說NCC的問題 還有陸佩六改四 這些問題現在都變成說 民進黨藉由這個世界 他從原本應該是失分的 到後來變大得分 他反而把抗中保台又呼喚回來